需要五千块的押金就可以啊 呃 就这么简单 嗯 这个分不分公母啊 这个是头子嘛 又不是人呐 人生如梦啊 这个不分公母啊 按这么记不得啊 一会儿买内裤 一会儿分公母 一会儿要叫大爹那个人 真的呢 这个需要一个SC站呢 SC站熟识了吧 呃 感谢我们家饶玉莲小姐姐 谢谢送给我的灯牌啊 感谢感谢 感谢送出的灯牌 兄弟姐妹们 你们拍的桃子 就是我现在给你们打包的 这个桃子合一点 丑一点 你们回家洗洗就吃了 洗洗就吃了 这个桃子一定要洗一洗啊 因为它长得丑啊 洗一洗嘛 看着好看一点啊 这个屁股还炸了一半 但是这种炸了一半的很甜 我也给你们装进去的 啊 这个不装了 这个这个炸了一半 这个桃子好吃吗 好吃呢 饶玉莲小姐姐 这个是我们云南的老品种 桑桑的桃子了 桑桑的桃子 这个桃子是长得稠 但是它已经生长了十一个月了 它生长周期比较长 所以才正常的桃子 它在它在六月份 七月份 它就成熟了 但是我们这个冬桃呢 它得 它得长到十一个月之后 它才就会熟了嘛 它才会有甜脆的口感 你看现在十一月份了 它开花的时候也是在正月呢 在正月开红花 到十一月才可以吃 所以这个桃子它的桃香味比较足 很浓郁的桃香味 还脆还甜 没有酸涩的口感 喜欢吃的小姐姐们去拍 我们云南人都知道 这个桃子它好吃呢 就是冬桃了嘛 吃过冬桃的小姐姐 它都知道这个桃子好吃呢 没有吃过的嘛 它就不知道了 嗯我就跟你们讲的好吃了嘛 看今天是瓦 今天是什么该呀 今天是 问榜一大叔就知道什么该了 我没有在汉庄吗 加之是汉庄该 我决定去汉庄干 跟着什么卖桃子啊 卖桃子卖桃子 昨天没有去港肌 跟着帅哥喝酒可得了 妈呀 这点小日子好过呢 我都想找几个帅哥 跟着人家去干酒呢 你也去干了 他不叫我 帅哥帅不帅呢 可不可以来地里栽 南亚美小姐姐可以呢 我们在汉庄路口 汉庄该的路口 汉庄该这个大桥这里啊 不是从城里面出来汉庄的这一条吗 你来到汉庄的 该的这个岔路口这里就可以了 来地上则四块一间 四块一间 冬桃 冬桃呢 它是 它是那个 它养的时间久 所以它的价格是稍微高一点 因为它的口感好呢 香味足啊 香味足啊 兄弟姐妹们 什么村子 这边叫 锅儿锅儿团 猪瓜团 我想不起 叫猪瓜团 桃子园 叫猪瓜团 来的家人们可以直接来 来家里面 来地里面 为豹子的 说点话嘴瓢呢 可以来这里 来这里啊 这个不用了 我一边大包 一边给你们那种好吃的 这个桃子 你们看哈 我就在桃园里面 你们来到桃园 可能觉得很失望 看见这个桃子 因为这个桃子有点丑 但是你摘一吃一口呢 它就发现 它的味道是真好 拍到的家人们啊 你们拍了的 我给你们说一下 这个桃子是丑呢 你们拿到不要 先不要给差评 外观上不要给我们差评 你先找一把刀子啊 找一把刀子 把皮削了 然后或者洗一洗 放到嘴巴里面 咬一口看看味道 这个桃子它是长得丑 吃起来香 长得丑 吃起来香了 哥吃早饭了 吃了早点了 我出去汉庄 买了个油条 吃了一下了 买了这个豆浆了 味道的 说错了 买了个豆浆 吃了一下了 哎 好吃呢 兄弟姐妹们 咯 喜欢吃这个桃子的 哦 下方小黄车 26块95斤 包油 包售后咯 兄弟姐妹们 包油包售后 这个桃子是真的丑啊 真的丑 敲人家的毛病是恶子火的 我们这个就丑桃子的 东桃本来就不好看 是呢 东桃本来就难敲 因为它在树上待的时间久嘛 经过太阳了 气候了 哎 经过来不得有一条一条的周围 有一连一连的斑点 你知道吗 有这种垮松的皮肤 在桃子的身上也 也能体现出来呢 是吧 我卖了姜 没收到小狗 你买姜了 哪里来的小狗呢 各位包子的 又来又来又来 你买的是姜 你要收小狗呢 可以让我的心情 稍微平复一下 我已经怀孕了 把我的小妈给气出来 我就找你的妈妈 这个微包子的 我好好的说着说着 他干一句话出来 要把人给喝死 我买了姜 我都没有收到小狗 这个微包子 这个才是狗咬 这个是包子咬的呀 这个微包子的 我狮子卖完了 是啊 狮子已经完了 这两天发出去的货 那个狮子不行了 这两天的狮子 勉强勉强的发货 发出去还是差评多的 所以现在不敢卖狮子了 狮子它年纪大了 狮子年纪大了 看我的眼神 给你那个眼神 我刚刚说好的 我们吃个桃子很脆 口感很脆 很香很甜 说着还舒服也 他说我买了姜 没有收到梗 我说 你买的是姜了 你要把我的小妈给它气掉 我说 你买的是姜了 你买的是狗吗 你买狗吗 你就买狗 那你非要给 可姜第二点 评论里面 跟一个差评 说不就收着狗呢 要把我的水都气干了吗 搞着点直播 它不容易了 心脏病迟早给我气死 在抖音直播间里面 不是买姜送小狗吗 我什么时候买姜送小狗了 不要说 我的三姑爹呀 大姨妈呀 喂抱子的 不要说 我什么时候送过狗呢 我们买姜就买姜 买姜就发姜 买桃子就发桃子 买姜就发姜 你买个姜 你非要发冷室 哦 你一天到晚的 送狗呢 哪里有狗送呢 狗几块钱一斤呢 不是 这个狗呢 他15六百块钱一二呢 买个姜你才15块6 16块8一当 呃 这个喂抱子的 你要给我送你一个狗呢 你们就是皮子痒咯 一天大碗的 我不要在直播间发个表呢 你都不 不 身子他不舒服 可是 把我的口腔溃疡都给气出来了 哎呀 这点喂抱子的一天大碗的在直播间 瞎说一下 不要说说不得 个人呢 小娃气掉呢 我去 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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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前夫来打你呢 嗯 喂抱子的 就是买个姜的 要送狗呢 我过年回来 美女来跟你学直播 你看看我直播间这这几家人呢 他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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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合当老师 他是不适合当老师呢 哦呦 等我坐起来啊 我直播间怎么成千千上万的人 吼吼的进来的时候 嗯 我就收你点学费 你来跟我学 我之前我还想找个老师 汉库就不下单 不说汉库他就不下单了 文耍好好的聊天 这个天能不能愉快的 就给他聊下去 就能不能愉快的聊 这个喂抱自己 说这种话 你要不要我活了呢 我就是买个东西 他不容易啊 买个桃子 一个桃子找两毛钱 你当桃子找两毛钱 你还要我给你切条汉库 没没没 你看我还是买得起汉库的 你给他来检查一下 我又穿着吗 我都穿不起汉库了 还要我给你送汉库 买点桃子得了 你说想吃汉库 不为的找邓老师 哪个叫邓老师 下来我搜一搜 你们爱着汉库 咋不可以广东上班呢 广东的那个厂里面 广东的厂里面上班 去汉库厂 不要来直播间 买头子的直播间 要汉库 他得不适合 味道不适合 你上个汉库小黄车 叫他们去拍 他们就不叫你送了 问题是不好 又挂一个桃子 还挂上一个汉库 感觉老远就闻到味道 一种桃子不好 回来 带我几斤桃子回来 你不回来呢 你去直播间拍嘛 这两天暂时回不来呢 暂时回不来 兄弟姐妹们